午餐時間到了 來不及煮午餐嗎? 好想來碗泡麵 是否有新的吃法呢?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韓式豬肉泡菜炒泡麵 所準備的食材有 蛋、蔥、泡菜一小碟 豬肉片、醬油、魚露 以及愛多美馬鈴薯拉麵 首先將水煮滾 放入馬鈴薯拉麵 乾燥蔬菜包 泡至八分熟 盛盤備用 乾燥蔬菜包本身極有調味 可以讓麵提更有味道喔 熱鍋先把豬肉放至鍋中 煎至微微金黃色 再加入泡菜、醬油、魚露、拌炒 再加入馬鈴薯拉麵 炒至收汁 炒鍋有一個特性 如果在拌炒時 稍微將食材浸至鍋內 用半煎半炒的方式 食材也將因炒鍋 導熱性很高的功能 而鍋氣炒出火候 最後再煎一顆荷包蛋 盛盤撒些蔥花 就完成韓式豬肉泡菜炒泡麵喔 大家是不是有個經驗 每次離開廚房 身上總是有一股油煙味 這時噴一下玫瑰噴霧 是不是感受到玫瑰的芬芳 讓午餐有一個美好的氛圍 練成,在一個選擇 開箱以後 好雛肉泡菜炒麵 我可以進入 焦煮